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非常标准 在视频之中呢 他表示自己是Akura 挥手向大家问好 他自称自己的日本演唱会 Star of Fish Leaf Tour DVD已经发行了 希望啊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音乐的魅力 而且呢 绝不要错过 最重要的就是 黑泽良品表示自己希望能有亚洲音乐会的巡演 而且到时候呢 就可以和大家一起见面了 在画面中的黑泽良品啊 打扮很日风 但笑起来呢 感觉还是很大男孩一样了 很帅气 而网友们看到了之后表示 林志玲的日本女婿还是很用心呢 中文说得不错 看完啊 老婆林志玲可没少交啊 其实在这一段视频的背后呢 林志玲也在场 而且还开心的与大家一起交流 但也有网友表示 下一步的黑泽良品的事业 将会和林志玲的代理下进军中国市场 要知道啊 这是他们夫妻合体的下一个打算 有媒体报道了 黑泽良品和林志玲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据悉黑泽良品追求了林志玲很长一段时间 而林志玲呢 此前也曾坦言喜欢弃而不舍的男生 大概是黑泽良品的行动举止打动了他的心 而更让网友们关注的是两人的经济差距 黑泽良品呢 虽然一直参加活动 但经济实力和林志玲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 有媒体报道了 称林志玲每年的收入在5000万左右 而黑泽良品呢 每年只有500万 相差了十倍 两人婚后 谁掌控经济大权 成了很多人争议的话题 黑泽良品在花钱方面非常豪爽 曾经在拍摄活动期间呢 将所有的片酬都用在了请客吃饭上 他坦言最重要的是 能够认识到新朋友 虽然这种举动看上去很好爽 但仍然不免担心 这样花钱如流水 会给生活带来困扰 前段时间呢 曾有媒体爆出林志玲为了支持黑泽良品的视野 为她投掷了2000多万 可以看出林志玲对黑泽良品真的是非常上心了 有网友认为 虽然能够理解林志玲的结婚很幸福 但是在花钱方面啊 最好能够考虑清楚 还有一些网友呢 认为黑泽良品用光片酬请客吃饭 虽然称得上是一种社交活动 但毫无规划的花销 肯定会对生活带来影响 不管怎么样 都希望林志玲能够好好地享受自己的婚姻生活 林志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坦言自己会回归工作 看来啊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能重新看到林志玲的身影了 8月1号的时候林志玲现身日本 并且在某品牌的利妖之下出席了活动 婚后首次在日本亮相的志玲姐姐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获得了很多日本粉丝们的喜欢 当天的志玲姐姐呢 性感迷人 而且脸上不停地挂着笑意 而在活动结束之后 林志玲更是晒出了在日本街头的美照 照片之中 她在街头灯光的照射下呀 整个都是非常的仙女范儿 尤其是威风拂面 志玲姐姐太漂亮了 不过最让人意外的呢 就是网友八出表示 这是老公推则良平亲自为她拍的照片 而且称敬人 正是老公在陪着她一起逛街 体验日本的街头文化 这也是林志玲在婚后首次出现在了日本 并且能和老公一起逛街 8月2号林志玲仍旧还是在日本 而且这一天啊 她又一次的放出了一张自己的生活照片 这一张照片呢 是在白天 而且有日本的网友留言 声称林志玲这是首次在日本用妻子的身份亮相 由老公良平亲自为其拍性感美照 照片之中的志玲姐姐打扮很淑女 而且穿着白衫的她真的非常有仙女味 尤其呢是提着小包 也是和自己的小吊带裙真的很搭配了 其实不仅仅是在8月初 志玲姐姐就和老公在一起逛街 而早在前面呢 她就有和老公一起在公园里拍照 一向爱美的志玲姐姐啊 也是忍不住在老公的镜头下面摆起了裙子 整个状态呢都很轻松性感 婚后的志玲姐姐和黑泽良平 应该是抱着怎么样的夫妻状态一起生活呢 据了解啊 她们现在也有在台湾和日本两地一起长爱潮 但目前呢还没有定居下来 处于分居的状态之中 用志玲姐姐的话来讲啊 就是大家都很忙 当然一切是顺其自然的发展 手上的工作是停不掉的 而且志玲姐姐也有被港媒爆料 她于今年的6月就做好了试管婴儿的前期工作 志玲姐姐自打结婚之后 露面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 一向拥有好身材的她呢 心情更亮了 如今爱情和事业双丰收的她 也是越来越幸福 希望在这个基础上 她早早的还上能奉胎吧 到时候呢 就可以带着孩子做幸福妈妈了 虽然知道女明星都很会保养 但是呢 向灵志玲保养的这么好的 还这么自然的 真的是不多 志玲姐姐呢 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刚出道的时候 就是一副甲甜的少女模样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一点变化都没有 无论是身材还是样貌 自我管理真的是非常的严格了 但是再怎么保养啊 她今年都已经44岁了 很多明星呢都会打针微调 总有点僵硬不自然感 但是呢 林志玲身上并没有 优雅 自然 这就是天然美女的优势吧 今日参加活动的林志玲呢 身穿意气白裙 简直是女神降临人间 不要太好看了 一头长卷发造型 温柔的放置肩膀一侧 秀出精美的锁骨线条 不亏是模特出身 这身材啊 真是十年如一日的好 白色很适合她 端庄优雅 将温柔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毕竟是模特嘛 这身材啊 真是没有得说了 这种拖地长裙 也就她能穿出这么好的效果来 礼服的鞋尖设计呢 很是时髦 但是对于坚勤的考验也是很大 礼服一侧 有一个蝴蝶鞋 增添了一丝甜美临动感 裙子的款式比较修饰身材 一般人呢不敢这么穿 裙子的侧面开启高叉 一双绝世美腿啊 若隐若现 撩人味道十足 踩上一双精致的细膏跟 超级有女人味 志玲姐姐的气质 很适合穿这种仙气飘飘的裙子 满满的优雅女神范 像这身呢 也是长裙 对于173的她来说啊 毫无压力 要带款式将好看的肩脊线条 完美的展示出来 灰色 时髦大方 上面印着粉蓝配色的小花 带着满满的少女心 关键是啊 这条裙子采用了薄纱层叠在一起 透视薄纱带来梦汉的效果 显得仙气十足 这也是什么花仙子降临人间吗 简直不要太好看了 踩上一双银色的凉鞋 与裙子相搭很和谐 大头罩啊 更具视觉冲击感 这是什么仙女的美貌啊 然而完全舍不得将视线 从她身上一看一秒 皮肤嫩滑无瑕色 得让多少的少女羡慕 这灵姐姐将大红唇 也是很好的消化了 又甜又郁 说的就是她吧 这款裙子的配色很面料 每一个颜值细致和好的身材啊 一般人啊 是不敢穿的 绑蓝色虽然很沉皮肤白皙 但是每个好气质呢 是穿不出这种味道来的 而且呢 还有亮面材质的裙子 更加张扬时髦 黑发红唇的志玲姐姐 真的是天生的油雾 空气刘海发型的减零效果 更加好 本就是少女颜的林志玲呢 看上去更加显嫩了 穿上这一系列宝蓝色的亮片裙 很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港风美人的feel 裙子的款式呢 也是比较收身的 很难相信啊 四十多岁的人 还能保持这种少女的姿态 从颜值到身材 简直是气质 都是满满的少女感 难怪林志玲能长红这么多年了 女神依旧啊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